就是我們感受到塑膠吸管和塑膠物體 會危害海洋現況還有大自然 就像是海洋裡面的海龜 之前我們有看影片它的鼻孔裡面吸管還有鯨魚 它剖開它的那個肚子後都是塑膠物體 就是我們想要用可食用後可分解的材料去做吸管 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打到領域了 就是我們先試蔬菜 就是用現成的東西用蔬菜 比如說是空心菜 然後我們還有試那個市售的捲心酥餅乾 但是都太軟了沒有辦法打吸管 我們最後那個利用課後時間來到同學家做吸管 用煎完然後再烤的方式做 可以吸飲料吸管 很久我們發生激瘍氣管跟塑膠物體 希望我們早就懷小的一段時間 好用啊 哪裡好用 很容易就吃起來 那口味好吃嗎 很好吃啊 有那叉的 你呢 很開心啊 因為是我自己親手做出來的 我們發現只有7%的人對這支吸管不滿意 這個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就不會用塑膠吸管 剪掉地球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上市賣 就是做出來的吸管 軟趴趴的 不能用 改變製作的方法 材料 這個行動讓我知道塑膠的物品 帶給人類很大的商品 但是卻對海洋非常的不好 我很開心能做出這種吸管 然後幫助大自然跟海洋生態 因為如果沒有我們的幫助的話 那海洋生物就是面臨死亡 有可能很多已經瀕臨絕腫 我覺得幫助全世界的人 要多用一點環保的用品 這樣可以保護大自然 保護人類 保護全世界 要是請用拔將人類的動物品 打 d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